PostgreSQL 這個Session我要來介紹PostgreSQL 想先問一下在座各位有使用 已經開始在使用PostgreSQL 舉手一下 我再問一下 使用PostgreSQL 9版的 舉手 使用10版 有用過11版做一個檢驗測試嗎? 太好了 先問一下 PostgreSQL使用者 常都潛在很深的地方 都很難挖掘到 所以每次在這種場合 就很想問一下大家 到底是使用者 還是你好奇想很低 但是每次看到的結果都覺得 因為大家都是 非常熟悉的使用者 我今天就來 介紹PostgreSQL 先簡易的做介紹 我叫林中喜 我是2012年在 大畢業的 那當時我的研究是做這個5B跟Cout整個的一個線上組織系統 那研究所畢業之後 我的工作就負責在研究分散室的製造部系統 那曾經做過那種大型的CM Mapping架構的那種製造部系統 然後我們是用Postplay SQL開發 從2012年大概開發到2015年左右 然後後來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結果 但是因為就是在台灣的話 情況就是比較沒有J類型架構的名家 所以就是這個專案就到此之處 但是也就因為這個專案 就是我們就摸了Postplay SQL 把它從頭到尾摸了一遍 然後也在裡面就學蠻多對自己蠻有技術的一些知識 那時候也是接觸蠻多這個No SQL 或真的是有技術的影響 那現在的話就是有在參與一些取重進化 架構的一些專案 那其實就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是某一個Postplay SQL的愛好者 然後那時候在2013年開始就開始採訪一些Postplay SQL的借前輩 其實在台灣就是有點... 前第一個Postplay SQL的公約的推動者在台灣 就是我們大概是都在8點多年的那個時代 然後中間後的東西就斷掉了 然後現在就是我們在這邊 但是就是還蠻清醒的 就是把這些資源 就是過去的這些資源都能引進了 那也認識這個日本的這款 它有來到我們當中 就是那個Postplay 來到我們當中 就是也是下下的Satron 的講義 那我們在2017年開始就是有公共遊戲兩邊 然後我們一起著手進行這個Postplay SQL 然後現在開始有一些人來加入 一直到今天 然後這個事情是持續進行中的 但希望我們還可以再持續進行下去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BD Engine Ranking 這個...在2018... 這個數據是2018年7月的數據 那這個是Postplay SQL 就排在第14年 那...這個... 這個數據大家平常有在關心嗎? 有看過這個理解嗎? 可以去找一下嗎? 好...找到... 蠻奇怪的... 呵呵呵... 好... 我先再講一下它怎麼去做這樣一個分析調查 我覺得在下面這個六點 就是它會去... 從一些關鍵字的搜尋 然後去看Code B 然後... 然後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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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趨勢 然後還有像是一些... 就是ID相關的... 就是... 那些網站 像這個... 跟那個... 跟那個... 它裡面看它的討論 串的... 增長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還有... 再看那個... 第四點是說... 有哪些工作 比方說... 像在INDIM 或者這個... 私立派... 這一些網站裡面 有提到... 使用後再使用的... 這個... 頻率度高 然後... 第五項的話是說... 在INDIM 然後還有... Hopwork 這一些網站裡面就是... 擁有這些技能的... 有多少人 然後... 第六項就是... 推特一些... 那它就中了這些... 去評價說... 誒... 你的... 使用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 你這個專案是不是... 嗯... 還... 等待我那種... 然後... 大家不會來使用 那就是... 這個數據就是... 可以看出來... 其實... Proter SQL在尋求的使用者 是蠻多的 那... 那... 當然前面就是... 其他的RDDs... D23就是RDD... D234的RDD... D5是NOMO SQL 那其實... 會看到... 大部分都是RDD的偏向 但是... 就是... 一個趨勢啊... 就是... 以後... 還... 還蠻有的看法 但是... 起碼可以知道就是... 大家都還在... 往一個進步的方向 然後就是... 每年都還是會有很多的... 新的一些套件 然後... 或是新的一些... 發展 那... 從9點... 嗯... 這... 這裡顯示的是說... 從9點3... 大概2013年... 然後一直到... 現在的11版... 其實就是... 有很多的... 新增的功能 然後... 也... 也開始... 需求... 也都有一直在增長... 那... 那... 像... 國內的話... 那... 常常會有一些人問說... 到底有沒有請他... 企業在什麼... 那... 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 剛剛我問大家說... 欸... 大家有沒有什麼... 什麼... 什麼... 那... 嗯... 在... 2018年的... 1月3號... 那時候就是... 發佈說... 這個網站... 他就直接... 就是... 在2017年... 最具代行性的... 這個資料設計... 那... 因為... 他在... 他這項... 綜合的體育當中... 得到... 55分... 55.81分... 那... 就是... 就是... 所以... 就... 最具代行性的... 那... 不曉得... 那... 明年還會不會... 繼續是一樣的... 就是... 每一個專案... 是... 最具代行性的... 對... 那就是看... 哪一個專案... 大家是怎麼樣去... 成長... 然後... 在這裡面的便利... 就是... 可以做一點參考... 那... 呃... 我們在... 2017年的時候... 就... 有先介紹過... 這個... Postgrade 10的... 新特性... 那... 呃... 這裡的話... 我會覺得說... 其實在... 9點... X版... 到... 10版的時候... 他其實在一些... 框架上面... 有做滿大的... 一個... 更新... 或新增的內容... 那... 一直到... 11版的時候... 呃... 會比較像是... 那個框架已經有了... 然後... 他再把一些... 比較細節的功能... 通通在屏幕上去... 好... 所以你會看到... Postgrade 10... 他有100多項的更新... 但是那時候... 他在發佈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面貌... 那這次在... Postgrade 11的時候... 呃... 也是有... 非常多的更新... 你看... 有160多項的更新... 那... 呃... 不過這次的更新... 就是比較說是... 呃... 細部的功能的強化... 就是將一些... 細節的部分... 在屏幕上去... 所以就... 像是... 框架長出來... 骨頭長出來... 然後再次長痘出來... 好...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今天我們當然會先... 稍多再講... 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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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後面是... 呃... 這個... 這個... 然後還有一些架構面的東西... 那... 呃... 時間... 時間的關係應該... 應該可以接觸... 我覺得應該可以接觸到... 架構面啦... 那... 好... 那... 呃... 在... 10... 呃... PG10的時候... 就有提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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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在... 你使用不同的... 這個... 這個... 呃... 呃... 大概... 呃... 可以改良... 你要去... 用時間去改良... 還是說... 你就直接改正... 這條... 全力改善... 然後... 呃... 都是... 呃... 呃... 那... 呃... 使用方法怎麼做呢... 就是... 比方可以看到說... 呃... 在這裡的話... 就是... 做了一個... 呃... Hash... 的一個... 塑造方式... 那... 呃... 在你... 建完一個... Hash的文條之後... 你下面的資料就是... 一樣資料去建... 那... 呃... 就是... 比方下面這個就是... 跟適合... 然後... 它就是... 依照它的語數為多少... 來去做這個... 配合方式... 那... Hash的話... 其實就是... 我那一串資料進來... 然後經過Hash... 去... 呃... 的結果... 再丟到那個位置... 所以它的... 呃... 它的資料的分散狀況... 其實是... 呃... 應該是會比較平均的... 相較於... 的... 方式來執行的話...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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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list... 它用地區去排... 好... 那... 那... 像... 五月洲的話... 應該人數... 會爆的... 是... 大概會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什麼... 呃... 呃... 就是... 使用的話... 就是... 還是看你的使用情境... 那一種使用的... 所以... 這是其中一項功能... 那... 我們在建完這個... Hash... 之後... 就是... 就可以做一個... 查詢... 你可以看到... 你查無表的話... 這裡... 它已經說... 它建了一個... 然後... 查直表的話... 它就會聽說... 它是哪一個... 然後... 它是... 怎麼分的... 那... 呃... 如果說... 你去做查詢的話... 那這裡就是會... 呃... 這裡就是會做一個... C... 呃... 那... 呃... 那... 在... 呃... 呃... 那... 在... 呃... 呃... 那比方像這個就是使用hash的方式 所以你去查出來的時候它會用hash 那如果說你是用race的它會調整 你是range的話它會調整 它有增加一些比較細節的動物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devo position 這個devo position就是說 我現在有的這些table 我裡面有去給它做一些值得range的設定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在後面再增加一個devo的table 那這個devo的table 這都是指標 那這個指標就是 如果我在這裡沒有去定義它的值 那它就往這個devo的table去塞 假設說如果我是還沒有設定那個devo devo的position table 那我也可以用race的table 都是把這個table塞進去 就是說我假設這個peface的路 它是一線存的 那我就直接用一個openhash 然後把它塞到那個環境裡面 那在使用這個devo condition 它有一線之外 它沒有辦法設定多的devo環境 所以我們就存了 然後如果你新增一個環境 的話就是所屬的資料辦理 存在在那個devo環境中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新增 等一下講相應的意思可能就比較有感覺 那第三點就是 如果要增加一個現存的資料 就是你現在那個資料可能 存在環境裡面的資料 那你要把它設成為devo環境的話 那你必須要change它你的資料 沒有跟你單一個table式存在相比的 然後第四個的話 就是這個devo position 它不能夠在cache的這個環境 因為cache就是已經把所有的狀況都已經 列出來 所以你進到hage之後 即使你不會有devo的情況發生 那你看下面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是第二項的顯示範範例 所以你看今天我建了一個 me-laste1的table 然後我設定它的convision 是用listable的方式來提醒 然後下面我再去建它的listable listable的資料 那我設定它的指示在範圍裡面 然後下面的話再建一個是pd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embo的意思 那接下來我再做一個音色的動作 我把我音色兩個值 一個是100 一個是200 然後下面的create table 我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再回了一個position 然後我把它設定成200 這個時候就會跟我們做 就是剛剛上面講的 因為你的值已經塞到 你的200已經塞到table裡面 那你在預先的pd 的時候那個200它其實不會自動翻過去 所以你不怕這樣子 那再 第三這個是 update的情況 那 比方向這裡的話就是 就是我如果去 已經建好了這些table 然後我去插入集 那我最多 把這個update 進行 我進行一個update 去修改那個集 那它會從 原本的 這個的話是 第二張資料 它會從第二張資料 然後把資料翻到第一張資料 就是你做update的行為 它其實是背後直接把那個資料翻過去 那再來是 這個是 Table法系選部分 目前有我們這個 自動創建index的部分 嗯 就是 自動創建index 其實就是說 我在銀表上面去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index 那那個index 它會直接自動建到資料 其實這一點好像聽起來好像很不同 但是其實我們在 10的時候就是 就是沒有了 對 然後 那時候就是要手動建 然後其實 就是 做一些朋友就是 我一直跟他們 推薦Postgrade 然後但是他們都是 Oracle很 很習慣的使用者 那也有一些人就使用了 然後用的時候他就說 欸Oracle都有這些 那Postgrade為什麼沒有 好的 然後現在有了 對 那 那 就是一個過程啊 就是 你在 大家在這一個 細節完善的部分 其實Postgrade 它本來就是一個 比較年輕的資料故事 所以它是專門來做一些 比較年輕的事情 那 所以常常會拿來 背跟這個Oracle 來做好教育 但是 畢竟是開源的 但是這個開源的 它的路已經走得很長 所以前面的基礎已經建了 算成功能力 那後面就是 其實有更多人來加入 把這些更好用的功能 都可以 更方便的功能都可以移上去 那 我自動建了這個 Partition裡面的index 那 我就可以看到 我的那個 兩個table裡面 它就已經自動建了 這個 這個自動生存的 這樣子 那 如果說 你要去個別刪除 你直接去Drop這個index 的話 就是在 Partition Table裡面的index 那 它在有一個 一個建議 就是 你可以直接刪掉 無料的index 那 就可以自行刪除 那 那 再來是建立 Inconcent 這邊的話 就 其實就是說 過去我們去建一些 MT 然後 建到 這個 那現在的話 就是 我們在無料 手動建 那 這樣就是 在指標 滿多的自動建築 那不管是 MT 或是 MT 都一樣 就是 通了以上的武器 那 這裡有一塊叫做 Partition 跟 MT 就是 我在 我在 Partition的Table裡面 那 我在做 Curvy的時候 那 我可以開一個方式 就是 讓它的 Partition Table是 平行的 平行的執行去 操縱 或是 平行的執行去整個 那 這個功能的話 就是 你必須要先看你的資料 狀況是怎麼樣 如果說你的資料 它 沒有那個 那個 它會有那種 連續的 關聯性的話 那 你這樣做的話 會有一些問題 那如果說你的資料 它是 非常多域心的 然後你確定 那個Dable 跟這個Dable 去做 是 這是 第一張的 指標 跟第二張的指標 它是有 關聯性的 那所以你可以直接把 那個第二張的指標 跟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第二張的指標 來做 那這樣的話 就是 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 其實 使用 使用的話 就是 你直接去那個 SET 這邊去做一個設定 把它打開就好 然後 然後 接下來你就會看到 下面它做這個 Pyrohash的Join 然後 順序的話 就是從這個Join Join的1 的P1 然後 然後 直進去 Join2的P1 那第二個 第二個 Pyrohash就是 做這個 PJoin1的P2 然後 跟PJoin2的P5 就是 前面兩個 的 前面的話 就是 沒有開過狀況 是 先做 1的P1 跟1的P5 然後 再做 2的P5 就是 它有這樣的差別 但是你就要看 你的資料的特性 那 在這個 Table partition 這邊呢 就是 其實在效能上來講 其實就是 增加很多效能 當然 那 當然 沒有 環體選的還是有點差別 因為 環體選的話 就有些 分子跟水平的 波動的 需求在 後面的話 這邊就是 剛剛講到的都是Table的東西 那 這跟我講懷孕好 Table hash 不要再看 其實就是 可以在這裡看到 有個 Vorcus 的Pand 兩個 就是說 我把時間切一半 基本上來講 都切 有幾個是V的最初級 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那 現在就是 Inventure 或是這個影片 這些事情都很不錯 然後還有這個 Releable的 Select 還有這個 NatureR的Beam NatureR的Beam 例如就是 我建議這個Beam 它裡面有個Catch 那 可以讓你查詢 因為有Catch 所以你查詢 這個情況 這個是蠻好的 然後 然後 其妄想 Selene2 也可以使用 Earth 然後 GrainDesk 這些事情也可以 那 另外就是 在Logical Replication 那部分 就是 有支援這個 那 呃 好 這個就是 就只是 你把的一個多增加的一個功能 後面的話 就是一些Catelots 調整 那就是加了一些 然後 它的 然後 刪掉一些 但是就是 使用面的 習慣 可能會有一些調整 然後 如果說你有用一些第三方法 其實它 它是有做一些觀察 監控的話 那 可能就是 了解我們 以外 跟特性 那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它就是 有幾個 的角色在這裡 然後 然後 還有這個 就是 Catelots 那 這個 大部分 就是 這個 就是 就是 我從這個 CSD之類的東西 直接把它全部 自招 全部招到這個 hostler裡面 的行為 好 那在加工程的話 11版的整合 的 那 它的一個 行程就是說 我把一些比較 長時間的 Pairing 那它就 經由這個 CID的方式 編譯 那 硬完之後 你就直接進到這個 然後 那 它的 執行的 就是 就等於你把事情 就在床 然後把它去 戶外做的意思 那 速度再交換 這次 就 就 看到它有一些 優化的數據 那這個就是 還是一樣看 我們的使用程度的情況 就不見得每一件事情 就是 你用了 就好像會 變得超好 但是 在某一些特定情境 絕對不一樣 那 比方說 這裡有沒有數據 就是 在平空的表 裡面的話 你開12個 12個 平行的運算 那 跟這個 加了LVM的 平行運算 那 或是用平空的表 用非平行的方式 然後還有 加了LVM的 平行運算 這個 效能就會有些 就是 數字更大的關係 所以 你看到月響的話 就會更快 那 那 這個上 架面電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有做的 像是 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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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憲證 Curve 跟 Distending Curve 然後還有 下面幾個方的 像 Vegos 跟 HP 的 設定 設定 在下 東西都有些分析 那 其他的話 像 Curve 語句 或是 EPC 或 Manguage 還有一些 那其實這些資料 就是 我 找一段 叫做 HP 的 這段 或者是 Innovations 甚至 甚至 這段 也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 我剛才是一段都 好 那在今年的時候 都會做 很高度的網站 做一些更新 所以 可以直接在 影片上面就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 社群 或是 Bug4 的這些資訊 那 我覺得是 比過去更容易 因為你想要參與這些專案的網站 更容易有機會可以參與 那 當然 就是 如果是在分析的話 就是我們有跟他們說 其他的社群 那 對 其實 有去年 去年很多的時候 有四種 然後去年很多的話 就會做一些看法 其實 我是在跑幾個時間 在翻譯文件 所以 才會 越來越多 那如果說 大家有任何問題 就是實際上問題 我們都可以上去 Postware C4 的 FB 那 這裡的話 就是 我們去做 提問交流 都蠻方便的 那 如果說其他 就是 文件的話 就可以找到 PostwareC4 站立中文使用手稱 這個 這段手稱就是 不太一樣的地方說 它是直接從英文翻過 而 不是參考 經濟字的翻譯 所以 翻譯的內容可能會比較 貼近我們 當然有實力的方式 所以 大家可以看這個 會比較舒服 不過 這些事情都還是 需要 再號召大家來幫忙 就是 如果說你對這個東西 是有 興趣跟情願的事實在 那就是 可以 翻譯一起 或 或是 或是 等等 或是 我們要去 大家去做一些 旁邊的 聚會等等 都可以 好 那就大家一起來 為 但是有更仔細的方式 我們都要非常熱烈 一起來參加 好 那我今天的評論到這邊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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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